各位,歡迎大家收看《西手通平》,我是葉兆熙 今次講一個故事給大家聽 我現在在小學幫忙訓練小學的樂團 很多時候我都會跟那些小學生說 你們要珍惜你的樂器 因為它不是一件玩具,是很容易難的 尤其是,如果你玩的是小提琴 一件木製的樂器 如果裂了的話,是很難去修復 或者未必修復得到的 很多時候,譬如在排練 去到休息的時間 那些小學生就會想快些去玩 去打球 那它就會將小提琴放在椅子上 然後將一支弓放在椅子上 或者放在鋪架上 但是,我第一件事 在未放他們的時候 我就跟他們說 請把你們的樂器收回到琴盒上 為什麼我要這樣跟他們說呢 因為其實是真人真事 是真的發生在我身上 我記錯應該是大概2003年左右 那時候我還在澳洲的坎培拉 就是參加這個Canberra Symphony 坎培拉交響王團的演出 那其中一個排練呢 我記得應該是完結了 但是呢 我呢 我呢 就還未走 我就把琴呢 就放在旁邊的椅子上 然後呢 就寫一些功法 定止法 那這個時候呢 就 有一個樂手 經過 經過我旁邊 那突然之間 我聽到啪的聲 然後 然後 我其實一聽到那一下聲 我就已經心之不妙 然後我再看看他們 我看到我的琴 但是呢 那一下聲音呢 是很令人害怕 因為呢 是 很清脆的一下聲音 我知道 我的琴 很可能是裂了 然後 我一看那個琴 就在那個琴 rest對落 我看到有一條裂痕 而那條裂痕呢 是一路沿著那個面板呢 是 一路伸延的 就是 當然呢 當然呢 這個裂紋呢 就修復了 但是其實呢 現在呢 我再看看那個琴 或者其實是用手摸一下 就是在那個琴 rest以下呢 其實都看到這條裂紋的 那 我記得 當我看到那個琴 掉落地之後呢 我是 突然之間叫了一下 大聲 好 我都不記得我自己叫什麼了 嘩 這樣 而這個木管系的樂手 其實也是 那間學校的 吹長笛的先生 那 他很惡然 但是他也不知道可以做些什麼 那他什麼都沒有說 那我相信也是 全團的人呢 是靜了 然後 那個人就沒有理我 那就 撿了些東西就走了 我那一刻呢 那個心呢 是不知道是沉了下去 哪一處 是整個人是聚著 我收好琴 那但是 我不知道怎樣算 我是 一直留在那間學校 那時候已經是 排練完了啦 已經是晚上十點幾 那我就是 隨便找到一個地方 躲起來 然後呢 見到 學校的燈呢 慢慢熄 熄了 那我是 躲起來一屈二角 坐在 一張 我不記得是一張 爛的椅 還是梳化上面 然後就一直抱著我 琴我兒子在那裡哭 我不知道可以怎樣做 我不知道能不能做 我覺得我很對不起那件樂器 那所以 現在 當我 是 去幫手 是練這個小學樂團的 排練的時候呢 我是 好 著緊 叫那些 小學生 叫他們 不要把這件樂器 是擠在 椅子上 因為你不知道哪一刻呢 可能是有人經過碰到 或者可能根本都擠不穩 或者他慢慢 可能地 不知道怎樣 震了一陣 跟著那件樂器就掉了 落地 所以到現在呢 我都是 叫他們 一定要把這件樂器 包括之功 一定要放在琴盒裡 這是一個很慘通的教訓 來的 那 其實除了琴之外呢 我之功呢 都經歷過 就是類似的事 不過呢 其實都是因為自己大意 那話說我也是 那時候也是 我沒有記錯 應該是一支功的意外 先過小提琴的 那我是 站在那裡練琴 那那間琴房的地下 就有地毯 那我拿著一支功 我都不記得是怎樣出事 突然之間呢 一鬆手 那支功呢 那支功呢 的功尖 是 撞到那個抱架 腳 然後應聲 那支功的功頭呢 是裂開了 分開了 其實大家可以想一下 我不是站在一個很高的地方 我只不過站在那裡 那然後我支功又不會是 就是 拿高 然後 放下去 再加上下面是 那個地毯是地毯來的 但是有時候就是個不幸運 那一下力度 撞到你支功 那個木紋 最脆弱的地方 要裂就裂了 那現在 這支功 叫做做好 但是 其實這一個 這個傷痕 是 一直 就是都會 是很明顯見到的 大家看一下這支功 看不見到這裏 是 金色的 這顆其實是釘來的 那裂紋在哪裏呢 那裂紋就是在 大家看到這個功頭那裏 有些硬硬慘慘 那其實這就是 打橫裂的地方 那所以其實 經過這兩次的意外呢 我是 好 我比以前小心了很多 是不會納亂 把子宮放在鋪架上 把小踢琴放在椅子上 有時意外是不知道怎樣會出現的 現在我也有經常提醒我的學生 當你不用拉琴的時候 你拿著子宮怎樣拿呢 千萬不要就這樣夾著 我會叫他們用隻食指穿著它 這樣就一定不會跌 或者沒有那麼容易跌 當然可能你突然之間鬆手 或者你的手指垂了下來 它也是可能會跌下來 但是起碼不會這樣夾著 在小學的階段 學生很容易就跌琴跌弓 那些琴的價值還是不是很貴 但是如果你這麼幸運 有一天是得到一件很好的樂器 琴弓或者小踢琴或者大踢琴 如果你不是一直用很小心的態度去保護這件樂器 你是分分鐘令這件樂器受損 而你是沒有辦法可以整理它 那那件樂器就報銷了 所以我現在也是經常跟學生說 要珍惜那些樂器 它不是玩具 因為如果我看到那些學生拿著一枝弓 是好像當劍一樣在這裡玩的話 我真的會很不客氣 其實這次我就是想跟大家分享這個故事 發生在我身上的 這枝弓的故事和小提琴的故事 希望大家不要犯像我一樣的錯誤 這些很低級的錯誤 是近乎不能搖鼠的 如果真是一個不幸運 到意外出現的時候 那就太遲了 所以第一件事 如果你就算是不要怕麻煩 怎樣都是收了你的琴 收了你的樂器 然後才寫一份譜 或者你要拆 就不要一隻手這樣 然後就把這件樂器到處擺 然後就寫 因為你不知道下一秒 有些什麼會發生 謝謝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